阿諾哈 大家好 這是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欸好 那我們最近的話 基本上XP已經刷到了我們的 65286936了好不好 那我們還在努力刷當中的 那我們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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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升級一下我們貓咪囉 那我們今天要幹什麼東西呢 我們上一次基本上我們已經打完了我們的那個就是 絕面海洋城裡面的那個人面魚河冰了嘛 對不對 已經讓大家看過了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來挑戰一下我們的大駱駝頭啦 不過在打之前的話 我們還是先去打一下我們這個 新的鑑定關卡喔 最近因為一直在刷 所以都會有很多的這個鑑定關卡可以玩喔 這一次是道具古戰場好不好 看他道具古戰場的話很有可能我覺得 嗯...會不會是古代敵人呢 我就不知道了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裡面是可以取得我們這些道具的喔 然後關卡難度是超級難 我們就看一下到底有多難 那問號的話基本上有1234567個喔 那我們就用那個有古代總敵人的 隊伍來去打打看好了 要不然我們這邊的話很有可能會 直接被車掉也是有可能的啊 我來看一下這個 這什麼字啊 什麼基地 好不好超級難 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 七個問號啊 先來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可怕的生物出現 怎麼跟我講說 古古道具戰場就有什麼感覺好像不死敵人啊 如果是不死敵人的話我們也會 啊真的是不死敵人欸 哇 不死敵人的話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是會蠻麻煩的 因為我們這套隊伍的話好像也沒有什麼可以打我們不死敵人的角色喔 沒辦法進化欸 我怎麼每次都帶這種帶錯隊伍啊 但是他的那個 你要依照那個貓戰的那個關卡來去評判 這關卡到底有什麼的話好像都沒有說那麼的準 好 這邊看起來 哇真的都是不死敵人欸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樣到底打不打贏好了 感覺會稍微有點痛苦喔 因為畢竟沒有能夠進化的角色的話 應該會有點誇張 古道具戰場跟不死生物到底有什麼關聯 請告訴我 為什麼 VSAMI 好 這邊的話揍下去兩隻不死小敵人直接死亡 那這邊的話除了我們不死敵人以外呢 還有我們紅色小蛇啊 那看起來貓俠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吧 很久沒出來的貓俠真的是還是蠻OK的啊 直接 直接一個不爽 為什麼不讓我登場 我直接揍爆他們給你看看我的生死也沒有問題 但是這邊的話感覺我們袋鼠好像還蠻悍的欸 完全打不死的感覺 有死掉了 然後變成褲頭 變成褲頭的話其實也是蠻麻煩的啦 不過我們可以直接去碰塔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就是看一下剩下的四隻是什麼 目前來說看到了不死小敵人 不死袋鼠還有紅色蛇蛇 所以還有 喔 這個可能就有點麻煩了喔 因為這次 這次我們又要輸了啦 我的天吶 我怎麼感覺我們最近打這個就是 這個 發掘關卡我們都很容易輸啊 這個敵人稍微有點誇張了 我說真的 他後面還有大墳墓欸 然後如果是有紅色山樹的話我們這邊用這個 白烏火的話應該還是可以先來扛住一下喔 不過 欸 真的有點難 這個挖掘關卡你不要看他好像很簡單拿個道具而已 沒有喔 這個關卡其實都還蠻有深度的 就是 蠻有一點點強度的喔 但是看起來我們應該還是沒有問題的 這本木不是那個鑽地板會直接把我們塔給轟掉的本木啦 就就還好 他是那個 他是那個千年殺本木喔 這個其實對我們來說就就還行 但比起不死敵人我真的還是比較會怕我們的那個鋼鐵敵人啦 所以 帶上鋼鐵部隊來以防萬一我覺得還算是還是蠻ok的喔 這邊直接狙殺掉了我們的那個紅色山豬沒有問題 待會的話 我都忘記我們有帶黑獸牙王喔 待會讓牙王登場 大家都說 欸啊為什麼你都不讓牙王去打一般敵人 那是因為 剛好打這幾次的關卡都沒有一般敵人可以打啊 不然我也很想要讓牙王打一般敵人啊 大家最常問的問題就是說 啊你為什麼要用牙王打有屬性的敵人 啊我只是想要看他耍帥而已嘛 就是 嘿嘿嘿 絕對不是想要跟你們炫耀喔 絕對不是喔 我只是剛好就是想要看他那個英姿 結果沒想要剛好這幾個關卡全部都是我們的那個 有屬性敵人喔 像我們這種不死敵人的話果然還是要叫那個能夠進化的角色會比較ok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我們還算是扛得住的所以也不用擔心喔 那今天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大墳墓嘛 不死墳墓然後不死袋鼠然後紅色蛇蛇紅色的斑海豹上再加上我們的不死小敵人 對 這樣好像才 幾隻啊六隻是不是 喔還有不死小蛇 那這樣應該就有七隻了沒有問題好 這邊的話順利把我們的墳墓給解決掉了就ok了 基本上其實不死敵人他也不是永久不死啊 我記得好像只有那個北埔還是誰喔 沒有被進化的話好像是永久不死還是那個漩渦 因為後來我發現就有一些不死小敵人的話 他們基本上被打兩次的話基本上還是會死的啦 所以也不用那麽緊張喔 ok 沒問題 還是ok直接輾過去啦 取得我們的關卡勝利又是一個新的關卡 古道具戰場啦 但是完全沒看到 沒看到古代敵人啊 沒有古代敵人你還敢說你是古是不是 好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真傳奇關卡 真的是讓人家害怕的真傳奇關卡 大駱駝碼頭 感覺這關卡一定有駱駝 那這邊的話有駱駝的話呢 我們就帶個 帶個不死敵人隊伍好了 用哪一套 用用用用用不死敵人那一套好了 看一下大駱駝碼頭 這關一定有駱駝的啦 來看一下啊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欸不是啊 我帶這個你就來這個 啊你我帶那個你就 你是怎樣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我帶不死聖情你就來古代種啦好不好 然後我沒有帶不死聖情你就來不死生物啦是不是 但是基本上這個不死 不是古代種小敵人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算是蠻ok的 我們就盾牌扛住就可以了 越來越多隻欸 那我們應該要趕快想辦法先叫那個小鷹出來了 那我們昨天的話有讓大家看一下就是 新的那個詛咒砲嘛 那詛咒砲的話就是也有那個總火效果 所以其實總火效果 還算是蠻討人厭的喔 盾牌先努力的出 加油啊 我們要叫出小鷹才可以把他們給擊殺吧我覺得 那問題來說就是看一下待會會出現什麼生物 我覺得這些都還好 這些小敵人真的都還好 我覺得比較麻煩的就是那個 加油加油 就剛剛帶的那個古代貓俠 這關就沒帶然後就一直出這個 喔我的天 可以喔可以喔 咒死了咒死了 咒死之後就繼續申請錢包 這就是目前來之後我們可以繼續存錢包的一個 公式局了 好這邊的話稍微不要那麼過去喔 不要太快 東太快 好死掉了好慢慢存慢慢存 慢慢存 小鷹大概打個兩下 古代小敵人就死掉了 所以基本上小鷹 好猛喔 郭子女王好不好 不愧是小鷹 郭子女王 Pour! 那兩三下的樣子嘛 然後這個階段我們就繼續存一下我們的錢包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累積更多的經濟 好 5500感覺也不夠用欸 繼續再補個幾隻盾牌然後繼續升點錢包 錢包身滿滿 錢包身滿滿 這邊一萬三千五 然後我們這邊有帶上黑獸牙王跟那個黑姐應該還算是ok 然後主要來說就看一下大駱駝碼頭裡面到底有何方神聖 我覺得是很重要啊 啊沒問題 繼續這樣子 然後小英你加油 哇小英怎麼這麼美啊 哈哈 中火效果了 沒問題 因為我們小英也沒有什麼環速效果或什麼樣子 沒什麼差 然後他是一隻大坦克啦 所以他可以坦很多傷害 但他是對那個黑色敵人 異星敵人跟我們的那個 欸還有不死敵人也有 這三種敵人牙一個大坦克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還算是ok 我們繼續存錢包 感覺下一隻小英也快好了你知道嗎 欸可是 不行勒 小英你怎麼這麼快就不行了 不行啦 我們這邊就只能繼續用我們的大寬強包這些來擋住了 哈哈哈哈 原本想說小英應該可以再打死個幾隻 但這樣不行了 但是他也幫我們撐到就是LVMAX18了啦 所以真的很感謝他 好不好 再一隻小英 下一隻小英也出來了 好 這邊的話我們應該就可以慢慢叫一些比較厲害的角色出來了喔 應該是ok的 這邊的話基本上一開也就是出這個小敵人啊 就沒有再出其他的 我其實還蠻怕之後會 發生什麼事情的喔 我是還蠻想要看一下到底有誰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就是要先想辦法出個那個誰啊 出個先等錢包 然後就出出炮機 出炮機先好了 目前來說我們的50等大將 應該很ok的 然後就繼續穩定 我覺得等到碰塔之後再出個白貨應該也不用那麼緊張那麼快速 這邊的話就交給這兩隻 我們的不死大軍啊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們的兩方的不死大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欸 牙王 然後再出我們的 黑結 好 這樣就沒問題了 然後最後再出我們這個白貨 這樣應該ok吧 我覺得ok吧 喔 不是我覺得 黑結應該也不該這麼早出你知道嗎 太早出了 哇哇哇來了來了 哇 欸這一次我覺得這個 蠻棘手的 他居然是 兩個古代種一起 但是這邊有飛蛾 哇這個飛蛾 哇這個飛蛾 我覺得這個飛蛾有點麻煩 主要來說因為飛蛾來說的話 我們之前都是用那個就是二人組在打 但是我們這次基本上沒有帶 然後我們帶一大堆打一般敵人的 有剛好有賭到 因為這邊有那個一般的小松鼠 哈哈哈 所以因為我們的 黑色跟我們的黑結打小松鼠 我覺得還算是 蠻ok的啊 這個是蠻好的一個賭注 哇這邊瘋狂的總火效果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緩速到那個菲兒了 然後 白貨這邊能力也喪失 就只能看一下能不能演過去的 應該還算是ok啦 因為畢竟飛蛾其實他的傷害也沒有那麼高 直接把他給打死了 就剩下這個 頭皮臉哥了 欸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 那個兩種大王存在一起了 這次就是我們的這個鵝鵝鵝 再加上我們那個 以往來說的話他們都是一隻大王配一隻的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還蠻 哇 還蠻麻煩的 古代臉哥的頭皮真的是看了 看久了都還是會覺得 怎麼那麼的 鬥趣啊 他在塗那個口臭的時候 他的頭皮會晃欸 會飄欸 飄逸的頭皮 那這關比較麻煩就是除了我們的這個 兩隻古代生物以外呢 還會有一堆那個紅色臉哥 然後好像一次都是出兩隻的吧 所以應該還算是ok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努力把我們這個 口臭哥給他打死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口臭哥的話基本上攻擊速度蠻快的 但是他自己攻擊傷害不會說那麼的高 我們白貨 但我沒講好了 但還是蠻厲害的 他就這樣口臭把我們這些全部打掉了欸 我覺得這一次沒有帶上那個 打我們古代敵人的那些角色真的蠻尷尬 尤其是沒有帶上番掌帽 因為番掌帽這邊如果給他一個暫停的話 我們的輸出量應該就頗大的喔 就不會那麼的麻煩了有沒有 好這邊的話小英最後一個鍋子 直接把我們的臉哥給打死了 小英真的 有點暴力欸 不過他好陣喔 完全沒問題喔 ok 那我們今天是順利的出圍殺我們這個大駱駝碼頭啦 裡面雖然 古代敵人算是蠻恐怖的 但是我們還是hold得住喔 所以就還好 那一代的話是非常建議大家先存點錢包啦 然後就是 額 順利的話應該是先把我們那個古代的鵝鵝給打死之後 你就可以慢慢來料理一下我們臉哥 那 這關的話絕對是非常建議大家帶上我們古代種的一些就是 角色 就是客進貓貓啦 比如說我們的那個 惡人組啊 或是我們的班長貓 絕對都是一些很好的角色囉 哇 很久沒有初回殺我們真傳奇關卡欸 真的是太從鳥 大駱駝碼頭完全沒有問題啊 果然是上一個關卡很難之後呢 這個關卡就會變得稍微比較 簡單一點點喔 上一個關卡其實也沒有說 真的那麼難啦 但是 好啦 還是很難 哈哈哈 好 那我們今天要順利打贏我們這個絕滅海洋城裡面的這個大駱駝碼頭 裡面基本上是我們的古代種的鵝鵝跟我們古代的那個飄逸頭皮的臉哥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有遇到一些更可怕的組合的話都可以在留言告訴哲平你們遇到哪一些組合很可怕喔 每天早上事情中的時候有一點跟網上你們的網上千萬千萬點的影片都打開看一下啦 遊戲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我們下一個關卡 我們下一個關卡